徐维心疼儿子哭到睡着 翻设自徐维脸书 记者红素京台北报道 英文补交民事徐维日前在脸书宣布 2018年将辞职与黑人陈建州共同主持7年的节目上班这档事 而黑人也偷偷爆料辞职内幕与事章有关 据悉徐维将事业版图以往中国 儿子江大成也到北京工作圆梦 徐维昨在脸书上批腰出哭到睡着妈妈写照 不舍要和儿子江大成分隔两地 徐维儿子江大成赐台大经济系毕业后成为电竞直播主 日前更到北京工作圆梦 徐维近来陪着爱子到北京安顿一切生活起居 但想到以后要跟儿子分隔两地生活就相当不舍 在脸书上表示自己在高铁上哭到睡着 为人母亲的不舍与心疼可想而知 徐维的英文补交事业转移到中国 忍痛请此主持七年的上班这档事 至于和儿子的家庭生活 徐维则是陪伴要去北京工作的儿子安顿好一切 更说终于搞定住处 妈妈放心了22岁就要离乡背井去工作 孩子很独立应该感到宽慰 只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徐维陪伴儿子到北京安顿住处 翻设自徐维脸书